明白那师父您不是在看图腾的时候你说这个亡人就是说亡人在地府 实际这个地府实际是包括好几层也有包括也也包括地狱吗 也包括鬼道吗 那当然了 当然了地府它本身就是个世界 它也是个地府的世界 这个世界跟人道一样的呀 他就是讲的六道里面为什么讲个恶鬼道啊 他说比方说人道下面是畜生道 对不对呀 畜生道也同时生活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呢 对对对 对不对呀 就是这样的 那么它跟人道可以并存 那么再下去呢 那么就是我们说就是灵体世界了 灵体世界就是比方说地府 地府实际上这个名字就是有点讲了就像一个地球一样 那么在地球里面有没有恶鬼道啊 有的呀 有有有有有有那我问你有些有些国家像非洲有些国家常年战乱 粮食都没有啊 啊你说那个地方像不像那个恶鬼道了 那他是不是在人间了 啊也是在那好了那算不算地府了 啊地府的恶鬼道那么地府还有十八层地狱是不是在地府里面的了 对对对对 哎好嘞那人间有监狱了 给你来个十八层监狱那你也不是等于在人间吗 那不是一样道理啊 明白了吗现在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你说你上文不是前几期不是师傅有一个节目说看出一个王人在御界天的第二层天师傅直接给他点出来了那其实是师傅说的御界天是不是很多层天但是你是那一次是直接给他点出具体的位置来了 御界天有三十三层天呐 哎呀是是是 啊啊啊 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的 以后以后因为你们现在学来没什么用 还不如都学点佛法 像以后你们要是上去了都会知道的呀 就像我们举个例子 你投了人了你以后总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个国家 有多少种制度啊 有多少种 做多少种怪怪怪的事情发生 都有的呀名胜古迹都会有的呀你到了地府吗你全知道了你到了天上你三十三层天你都知道了呀 哦说是否只要你上天了就全都知道了是这样吗 你当全都知道没有看的呀 你投人了你人间的事情全都知道啊 啊不不不不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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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现在明白了吗 不不不不不明白了明白了不做漫快的 那师父那师父您1月18号那个综述节目里师父看到一个亡人说他走的时候是看到那些夜叉来拉他因为他是晚上走的那请问师父人往生的时候白天和晚上 往生的话有什么样的角度呢从玄学角度是否一般的都是晚上走的呀如果下去的话都是晚上 因为你要下去嘛都是晚上 下去都是晚上啊白天那是 嗯 就是比方说是到天上街上去一般都是白天啊 哦啊他有这个讲究是吧 有这个讲究是吧 当然了白天们阳气足呀阳间呀阳间呀阳间 阳间不大白天来的多呀晚上人们也有的 但是一般的也有啊到了凌晨走掉的话嘛 有的人就是上天也有凌晨但是还是天黑的时候是两点到五点当中走掉嘛 毕竟下去的多呀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 谢谢